作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,武则天一生背负无数争议,包括她在通往迪威之路上杀了无数人。 但被武则天杀掉的人,以他的政敌为主,比如长孙无忌,上官仪,方玄陵等等。 这些人竭力维护礼堂天下的颜色,给武则天执政带来了麻烦,成为武则天登上皇位的霸脚石。 既然不能为自己所用,还要坚持反对自己,武则天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呢? 在他看来,只有杀掉他们,才不会留下祸根。 而成为雅金却是一个例外。 说起来,成雅金却是非常幸运的一个前朝遗老,作为猪塘时代的四朝元老。 凭着自己的功劳,在老百姓心中那是神力样的存在,他度过了七十七个春秋,在那个时代算是绝对的高手了。 他神话般的寿终正寝,人们不禁要问,武则天为什么为不杀他? 成雅金的功劳博上充满了勇猛、忠义,但是,当然这些都是用血泪和品格写成的。 据旧堂书记载,有一次成雅金为了救裴行也,单人独情冲入牢士冲的军中,他左冲又突,杀了数人,然后把裴行也横放到马上冲气而寒。 成雅金曾经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,并数次救过李世民,地下战功无数。 在改变李世民人生轨迹和大唐方向的时刻,他曾积极策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,是争观政权的核心力量。 一个人的胆识和智慧,往往在关键时候闪射重要点的黄彩。 在大唐的十字路口,成雅金有一次刺坏显为一的神功。 唐太宗李世民死后,成雅金从崔雷公统帅飞纪军护卫皇太子立志,回朝继位,并在索延明门外连续素卫了三个月,为政权的平稳过渡,可谓可敬之首。 中六两权的成雅金,死后进入了林燕阁,成为二十四功臣之一。 对礼堂王朝来说,成雅金绝对是一枚挺立着的福星,是一个坚定的拥奪者。 然无完人,成雅金在统军讨败赫鲁时,对手下滥杀了几千胡人已经投降的事情冰之眼地之眼,让他的形象打了折扣。 他被短暂革职,在皇帝重新让他作单其中测试时,他很恰当地提出了制止请求。 可以这样说,中六与礼堂的成雅金,却远离朝廷,他几乎和在后宫中一路搏斗进阶的武则天没有太多的交集。 武则天从公元六百五十一年永辉二年第二次入宫开始,为提升火固自己的地位,始终处于矛盾的漩涡中。 由后宫到朝堂,他有喜悦,有泪水,有春花修悦,有寒霜漆雨,有不可一世的灵力,有寅远揪心的无奈。 公元六百五十九年选庆四年,他把婆婆长孙皇后的哥哥李世民,最为交好的朋友长孙,武帝赶出长安。 拔出了这根肉中刺后,武则天才算长长的喘了一口气。 在武则天长达八年的渡泉路上,他的主要对手是先朝一老。 而作为武将,成雅金在外了左囤为大将军,左围大将军,兼兼将吞云兵马断职务。 捅兵在外,成雅金一直远离朝廷。 在公元六百五十六年,现信元年,任冲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之后,因为率军过失,他经历了被格职负职的波折,提出了辞职请求。 一个忙于在朝廷里进山,一个忙于统治事务。 成雅金没有,也不可能给武则天的上位制造麻烦。 这个时期,高宗理智非常信任武则天,对李唐政权中心耿耿的成雅金,更怎么会反对武则天呢? 不久,唐高宗身体出现了问题,武则天走向了前台。 而这时候的成雅金,已清楚江河之远,离开了朝廷是非的漩涡。 明德元年,唐高宗理智和武则天一起二圣临朝,没过多久,成雅金的人生,便永远停留在了七十七岁的时候。 长安城和他吃粉锅的江场,记载着一个中勇之势,虽然跌宕但很稳妥的人生轨迹。 他寿终正寝,历史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争议。